陳篤生醫院 同善達社區保健機構 推出直接觀察治療計劃 十年來已經成功地幫助 超過1870名 肺結核病患完成療程 是的 那儘管遵從服藥完成療程的病人 已經占了85% 但院方認為還有在加強 來看記者李嘉宜的報導 54歲的陳先生咳嗽持續了一年 之後到綜合診療所招S光後 才發現自己有肺結核 他之後參與了 直接觀察治療計劃 每天續到綜合診療所 在護士的監督下吃藥 在完成9個月的療程後 已經康復 人頭頭我是很擔心 怕穿了 那個社工就幫我寫 一封信給我老闆 說好像這個人是 沒有什麼很嚴重的 可以留在那邊做工還是 醫生表示 本地每年有約1600名國人 患上肺結核 是一種空氣飛沫傳播的傳染病 病人若不完成6到9個月的療程 可傳染給長期接觸的人 也容易對多種藥物產生抵抗 導致療程失敗 增加日後復發的風險 成都生醫院和善達社區保健機構 自2009年推出直接觀察計畫以來 以為家庭人均收入1100元或以下的低收入肺結核病患 提供免費療程 病人可到成都生醫院或綜合診療所治療 為了幫助更多病患 避免在社區傳播 院方同機構也將為符合條件的病人提供公共交通補貼 鼓勵他們到診所治療 新傳媒新聞記者黎嘉儀報導